你说一下 这件事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 这个剧开拍的时候 我一直特别自信 因为虽然我没有什么丰富的经验 但是我相信 我一定可以把它调教好 但是开拍之后 我就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了 就开拍一个月 它整个的表演状态都是 它一哭 我就想笑 它一笑 你就想哭 我就想哭 拍了一个月 一个OK条都没有 我说这怎么办 这不能就这么下去 我说能不能 找到一个合适的眼睛人 去当她的替身 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一个人 就是郝小妹 她身形 声音 然后还有她的样貌 都跟我的太太长得非常像 然后又画大浓妆 然后一画上大浓妆 我自己都分不清楚 到底哪个是郝小妹 哪个是我老婆了 然后就邀请替身 从头到尾把这个戏拍完了 这合约是你跟她签的 还是真正跟她签的 我们确实签订了一份合同 这事我以为就这么过去了 直到拍最后一条那个戏的时候 上吊吗 对 就是上吊那场戏的时候 我说这个演员 我虽然拍了一个多月 但是我没想到她最后能发挥的这么好 然后我就在那个监视器看 我说这个戏一镜到底 十五分钟 我说这个戏 这个戏 掉死为止 这个戏最后要是不成功 我就去死了 结果果然成功了 但是我在最后喊咔的几秒 我发现不对劲了 这演员不挣扎了 我发现有可能她是真的死了 我为什么可以一镜到底十五分钟呢 是因为我们当时做了很安全的措施 我们用了两根同样长的绳子 然后一个绑在她的腰上 然后一个绑在她的脖子上 所以她的呈力受力是在腰上 腰上的那根断了 她是不可能被勒着的 所有的动作我认为她都是在演绎 然后到最后她的生理反应告诉我 不对劲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慌了 我说怎么办 我就赶紧抱着这个好小妹 我就把她抱了下来 我说没关系 我就把她带到房车上 我的老婆就在房车里 我给了她一个眼神 她马上明白怎么回事了 然后她就换着这个好小妹的衣服 就来到了片场